天氣預報的用途 知道天氣狀況 我們就可以知道 要不要帶雨具 要不要多穿一件外套 不過平常上班上課的時候 計畫去外地玩的時候 或是不同的職業 都需要關注氣象的不同面向 所以氣象局提供多種不同的氣象預報 讓民眾可以依照不同的需求 選擇適合的氣象預報種類 試用範圍最廣泛的是一週天氣預報 可以看出接下來的一週內 台灣各地區的天氣狀態大約是如何 例如 這週的天氣預報說 北部地區在6月5號 很有可能會下雨 氣溫大概是在22到32度 南部地區從星期日到星期三 都是好天氣呢 要出去玩的時候 我們可以利用一週旅遊天氣預報 查詢各個景點的天氣狀況 這個週末適合到哪裡去玩呢 肯定是個不錯的選擇 除了星期五之外 這一週的天氣都不錯 天氣都不錯 氣溫也不會太高 在國內旅遊 可以看一週旅遊天氣預報 那出國旅遊 是陰天 氣溫大約在19到24度 平均溫度約在21.7度 這樣就知道 要怎麼準備出國的物品了 還有一種特別的氣象預報 就是 漁業氣象預報 捕魚的船員 漁民 或是搭船旅遊的人 只要是在海上活動 都需要看漁業氣象預報 如果要在小琉球附近捕魚 就要看小琉球那一帶的海面狀況 才能知道風力與海浪大小 判斷從事海上活動是否安全 像6月7日這天 不但會下雨 風浪屬於大浪 風力等級是6至7級 陣風9級 表示風很大 捕魚作業時就要更小心了 沒錯 預報風力的級數越大 就表示風力越強哦 如果有需要地度有觸感 一陣子會放在外面上 完全在深微綿已經分的 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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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合